画繁围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究社的分享视频 本节我们继续来讲,利用谷歌搜索客户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们已经讲了如何利用区域、价值链、公司性质和产品分类 来对这个搜索范围啊,逐步进行这个精确 那么有了前面这几个要素以后呢 那么大家现在应该来说啊 不管你是做哪种产品 你只要能够把这几种要素能够充分的组合进去的话 都是能够搜索到比较精准的客户的 当然就是其中的区别就是在于 无非是有的客户呢,需要你花费更多的时间 那么有的客户可能很容易把它搜索出来 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之前这个去把它不断的去实践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这个一个小技巧 就是可以通过一种方法呢 这个我们再增加一个这个搜索项啊 很快的就能找到一些和你这个产品呢 比较对口的这样的一些客户 那么这里我们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B2C的一个登录页的一个命令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特别是一些消费的产品的话 那么你在国外的话呢 因为现在电子商务越来越发达 那么就会有一些这个B2C的这种网站来进行销售 那么这种B2C网站呢 外见得是那种像这种亚马逊的 Ebay啊或者说这个书卖通货不像这样大平台 它是这个商家自己的这种小型的这种 B2C的这种这种电商的网站 当然这种电商网站呢 一般来说它也会有这个用户啊 注册和登录这样的信息在里面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信息啊 去组合一个新的新的这个观点词出来进行这个搜索 好那么我们这个就直接进入这个演示这个环节啊 进入这个进入谷歌 然后呢一样的我们输入这个 高级搜索啊 那么我们 区域呢选择这个美国 语言呢我们选择英语 好那么然后呢我们一样啊 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产品里边 我们在产品里边 我们选一个这个产品吧 选一个Travel Bag 选一个Travel Bag 好那我们 选择Travel Bag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我们看啊在这个搜索的其他选项里边呢 我们选择这个账户登录啊 这个我们选这个账户登录 好那么这里我们先来啊 我们这里还要啊 OK这样就行了 那我们先来进行一下搜索 看一下搜索的结果 好那么这个搜索结果呢 有七十八万条啊 有七十八万条 还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搜索出来结果啊 搜索出来结果呢 基本上你看它都是在这个 有这种账户登录的页面的这样的公司啊 有这种账户登录的页面的公司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大的 我们再把方法再缩小一点吧 把方法再缩小一点 好我们从区域上 那我们还是得选择这个加州吧 把区域再稍稍把它缩小一些 好那么这里就搜索出来的三十多万个结果 好那么这个呢 我们啊 我们可以这个点击 点击这样的页面 随便点击几个 随便点击几个 你看这种target 这就是比较大的这种百货公司了 那么这个应该说都是这个类型的 都是有这种账户登录 你看这里都是这种账户登录类型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一个个去看看 看看这样的商家呢 他是属于这个大型的这种平台内的这种 这种客户啊 还是说这种独立运营的 独立运营的这种个体电商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种大的平台 那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了 是吧 比如说你搜出来是亚马逊 或者说像像刚才这个target 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搜的就是这种 中小型的这种电商的平台 因为他做这个产品是吧 也有很多种是专业的 专门做这种 你看这个都比较专业啊 感觉是可能就专门做bag 你看专门做bag这种电商平台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去查找这个 到时候再去查找这个公司 是吧 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 所有人是谁 是吧 包括这个应该联系谁 就是他的这个彩 这个买手到底是谁 然后去联系他 看看呢 有没有这个做生意的这种可能性 是吧 所以说这个呢 从整体搜索模式来说呢 和前面呢 没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可以 结合 结合前面这些搜索模式啊 去进行搜索 无非知道后面再加上这么一个 这个B2C的登录页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搜索的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再把它变一下 变一下 比如说输入这个my count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 感觉搜出来这个结果和之前差不多啊 这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呃 那的e-back 刚才都出来过 都是这种可以登录的页面 可以登录的页面 也就是说是这种B2C的这种网站 是吧 那么这个 如果 如果这个 你觉得这个数量还太多的话呢 那么 可以再加上一些 再加上一些词 再限制一下 我们再看看 加上一些限制一下 好 那么这个结果 已经从刚才30多万变成了20多万 是吧 已经变成了20多万 所以这个呢 大家可以还是 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关键词啊 去不断去组合吧 不断去组合 然后把这个 呃 包括公司性质都可以再往里面去组合 把这个数量 能够把它 能够往下面再进行压缩 然后逐步逐步的把这个客户呢 一层层的把它过滤出来 是吧 像这样的客户呢 总体来说 大家看到还是比较比较精准的 是能够 能够和我们这个产品呢 相匹配的是吧 这个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新人呢 这个如果你确实很缺乏客户资源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很迅速的把 匹配这种客户呢 把它搜索出来 当然还是面对那个问题 像这样的客户容易搜索出来了 那么 呃 面对的市场竞争呢 因为很多人都能搜索出来嘛 那么开发的这个竞争的这个 激烈程度啊 就要更强一些 所以这个大家要自己啊 在开发的时候呢 再去提高你的这个开发性呢 或者跟客户沟通的能力 OK 那么有关这个通过B2C 这个平台的登录页 去搜索客户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呃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